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从来都不介入台湾地区的选举 关于26条措施呢 之前我们在发布会上介绍过26条措施的五大特点 就是呢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 进一步回应了台胞台企的重点关切 含金量进一步提高了 收益面进一步扩大了 然后体现了先行先事 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呢 是因为我们在制定26条的过程当中 是充分的调查研究 广泛的认真听取了台胞台企的诉求 是一些人说的这个宣誓意义呢 还是会有实质突破呢 我们大家就慢慢让事实来说话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就像人都说话